現在才知道 保險結果也要做好 菁姐妹 是 我們已經 談了好幾集的一個保險 對 那有很多的聽眾朋友 觀眾朋友 都寫信過來 像雪片一樣 就是造成大家熱烈的回想 所有的觀眾朋友 對於我們只要一談到保險 都非常熱烈的想要學習 對 但是裡面有一個問題 那買房子有九字節 買不起 對年輕人來 那保險也有九字節 看不懂 而且聽不懂 對 沒錯 你講出我的心聲了 就是已經買了這麼久 我都還不知道 到底買了什麼內容 相信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都跟我有一樣的困擾 所以今天我們把重點放在 小朋友的保險上 對 尤其今年是榮年 很多的爸爸媽媽非常高興 生榮子 榮女 是 為了小孩子 什麼心血都投下去 大人一天吃四餐就好 沒有 一天吃兩餐就好 吃四餐 所以每個小朋友都是父母 心頭上那塊肉 今天我們就一起好好的來學學 我們到底要怎麼幫我們的小朋友 規劃一個最完整的保單 先來歡迎我們又要成為 第二個新生寶寶 馬上要出生的琪琪 好 歡迎阿彌 阿彌 阿彌 來 尼娜 好 那三位都是加油喜事 對 那我們今天還是請到 我們的老朋友 保險界的泰山北董 邱董 有老朋友 敬招 這邊已經有三位學生 剛剛節目還沒開始之前 就已經一直在討論 揣著蛋是不是 揣著蛋 然後大家想說 到底誰 才是誰最慘 對 不過邱董 他真的是體肅灌點 他已經救過很多人了 不過今天我們還是要跟 所有的觀眾朋友報告 今年因為就是剛剛講的 籠子 籠棉 對 哇 大家拚不拚 生了心甘寶貝 對 什麼最好的都給小孩子 其實小孩子真的有需要 保那麼多嗎 而且很多父母都會有一個觀念 就想說我幫小朋友買保險 對 當作他未來的一個禮物 他長大就沒有這方面的困擾 然後我們可以先幫他 存他的儲蓄險 存一些醫療險 其妻會用這個做出發點 幫你的小朋友規劃保單嗎 其實我會 因為我很怕之後 負擔太大 我說你願現在先存起來放 所以妳買的是什麼樣 類型的保單 它應該算是投資型 然後會付那個醫療 投資型然後付約是醫療 對 那妳的投資型內容大概是 都是他們選擇的 其實我就很... 所以妳保的還是妳也都不知道 對 還是一樣啊 簡單來說三個字 聽不懂 看不懂 真的聽不懂 而且... 那一年要講多少錢你知道吧 三萬六啊 三萬六 應該懂 那什麼時候 可以拿錢回來嗎 他說可以拿 他說 什麼時候可以拿 不知道 二十年後吧 小孩子成年嘛對不對 對啊 小孩子成年 一般來講 父母都會幫小孩子存第一桶金 就想說等到他二十歲的時候 他就有一百萬啊 他二十歲的時候就有五十萬啊 對啊 而且妳要想一想齊齊齊齊 燈灰很節省 是啊 他這麼節省的人 他願意幫小孩一年 就買三萬六很高耶 唉唷 這五六八 五六五都這樣 對啊 自己欠重內套 我覺得越看啊 是妳是把自己頭腦越弄越混亂了 所以就乾脆放在旁邊都不要看 所以現在也不敢看 單子來就繳錢就對了 對 是... 妳今天有福了 對 因為妳本來下個月要再買一張 三萬六了 趕快及早停損 對 沒錯 好 那公老賣阿Ben 哇賽 完蛋了 那我這樣贴講 妳剛剛一個就說 三萬六 一年啊 一年 一年三萬六 一年... 我是一年 四萬多了 哇 優產的爸爸 快到五萬 對... 但基本上我的內容就是 包括一些醫療的部分 還有一些燒燙傷的一些部分 因為男朋友 男孩子比較好鬥 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醫療現哪需要這麼貴 對 有沒有出席 你有沒有出席 健康的 都有都有 一定有 儲蓄有 儲蓄有沒有 那有投資型的嗎 投資型沒有 唉唷 那他為什麼那麼貴啊 等一下我們再請秋風 跟立芳來幫他好好解釋一下 是... 所以你當初買的目的是 就沒有概念 你要想說那就是健康最重要 所以不管是什麼 燒燙傷的啦 或什麼癌症的啦 全部都買 對 其實我覺得是 第一個小孩子是衝噴頭 太高興 沒有 太高興 喂 漏掉這一項沒有買 然後萬一要是 就這麼做這一項 剛好就這一項 那怎麼辦 你是把它當作輪盤在玩是不是 對 因為自然說這種錢 很不想拿 但是就是很怕你知道嗎 那米娜 你幫小孩規劃的保險 其實我一直到28歲 我才自己幫自己買了一份保單 因為我對保險這東西 真的很不明白 然後是在我之前那時候想說 那小孩要出生了 然後我想說要不要幫他買個保險 因為可能也幫自己分擔一些醫療費 因為現在醫療越來越貴 對 所以我也四處打聽 然後也有打聽到什麼投資型的 對 因為我覺得投資型好像也不錯 因為有教育基金 就像第一桶金 對 然後可能以後他出國留學都可以 然後我之前也跟阿邊 見他們保單來看 然後想說好猶豫喔 他買得好完整喔 其實我根本看不懂 然後聽他講 我就覺得 看起來什麼都很厲害 好像你套的 都有耶 我想說要不要照他的買 所以都看了很多 所以我一直也是無殺殺 所以你到現在還沒有下手 還沒下手 所以我還沒有 但是你有曾經考慮過儲蓄險 還是投資型的 我那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就是買美金的那種保險 喔 投資型 對 可是後來我不是我買 是我婆婆眼裡買了 喔 對 然後那我就是看 那我就專門想看就是 醫療跟防癌這些 給小孩子的 是 對 好 各位同學 老師有在講 你們都沒有在聽 老師就說了 保險的利率比銀行還要低 才0.6% 所以琪琪還想要用保險 來幫小孩存款 對 存低桶金 這樣對嗎 我知道你們不要被網上聽到 周總你今天要冷靜一點 因為他快要生了 對 不能再生他自己 沒關係 我這個很金得起打機了 下個禮拜就要生了 對 那我可能講話得小聲 沒有 沒關係 我要聽實話 不是 我要聽實話 OK 其實我想任何一個保單 在我們節目當中 一直都說明很清楚說 他不是叫做有什麼叫做 好的保險跟不好的保險 對 其實一個前提就是 有沒有解決我的問題 還要適合我自己 能夠繳得起的預算 那叫好的保險 對 所以第一個 剛剛琪琪提到的一件事情 您知不知道你買了什麼東西 不曉得 其實還不是很清楚 對 你只知道一個月要付3000塊 一年付了36000塊 對 看完那個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個件事情 你買的是一個 美金的保險 外幣保單嗎 外幣保單 你自己買的是一個 外幣保單 你知道 兩份都是的樣子 對 你買的是什麼東西呢 你買的是一年呢 要付了1070塊 總共繳六年 意味著你一件事情 你六年繳完 你繳了多少錢你知道嗎 這也是用美金計價 18萬多吧 美金的話6400塊左右 那第七年的時候 你知道你裡面的錢多少嗎 不知道 好 我告訴你 你第七年的時候 你裡面的錢是 7500塊 多1000塊而已 那意味著你的利息是 630塊 好少喔 630塊除以你原來的本金 6400塊 獲利乍聽之下 8.9% 對 將近9% 很開心對不對 6年 那您就誤會可大了 那是第七年的時候 用單利來做計算 你如果現在每一個 一帳反算成負利的話 這樣的真正的利息 只有 昏倒 那意味著一件事情 你如果真的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如果真的要這樣的儲蓄的話 你乾脆把那筆錢 擺在銀行裡面當定存 對 還有1.2 6年以1.3 你進弄了0.79 那又跟以前一樣 要嘛錢多 要嘛人笨 你是哪一種 人笨 所以不是保險好壞 它是讓你強迫儲蓄的 有人會說 我如果不放到保險裡面 放到我口袋裡 可能買衣服做什麼東西用掉了 所以用強迫儲蓄的角度裡面 就不是用投資 或者利率的角度來看待 對 所以我說它沒有不對 只是說服不服你期待 這樣這種情況下 你覺得好嗎 如果好它就是好保險 如果覺得不當 那你就自己看著辦 阿伯有問題 想問一下邱總 好完蛋了 我覺得我應該會被罵得很慘吧 沒有 我要罵 那我的那一份保單裡面 你覺得這樣子合適嗎 那我問你 你想解什麼事 就是萬一要是 如果有發生意外的話就是 意外你是怕生還怕死 還怕病還怕慘 怕病 你怕病不怕嗎 他買醫療嘛 你買醫療是怕病啊 那我再直接的問你 小孩都怕死嗎 說得不好聽一點 我直接說 小孩不懂 小孩子死了爸爸媽媽 真的會心裡很難過 會 對 情感上的傷害 但是你覺得 小孩子真的不幸的狀況 真的是 我講的是深固 是增加家庭的支出 還是減少家庭的支出 減少 我就用理性的角度來看 感情是不能彌補的 所以你的重點不是死 所以你不是怕小孩子死 對 是怕病 他病是怕什麼 不是他他病 病當然你會難過 對 更擔心的時候 病的時候會增加 你的醫療費的支出 你要更多來支付 對 所以我們就要鎖定 那病是怎麼樣會賠 賠什麼東西 所以我唸幾個 你聽聽看 看你買的東西 你自己聽得懂沒有 好是喔 第一個叫做 護女九九癌症醫療終身健康保險付約 好長喔 意外骨折及特定手術傷害保險付約 新人生意外傷害保險付約 新傷害醫療保險金付約 對 鼓動青春傷害補償付加條款 你知道什麼嗎 不知道 你隨便講一個 你沒有吧 骨頭那個啊 我知道剛剛骨頭那個 骨頭哪個 你要講清楚 骨頭不然很快 其實不是你的法 有骨折 有挫傷有什麼的啊 這應該是男孩子 那我又愛動 男孩子本身又愛動 我只要放在場 之後他如果跟我去打棒球幹嘛 那家裡又有養小孩 你告訴我 你兒子如果萬一要 萬一 對不起喔 我只是打個比方 萬一他要換髖關節 可不可以理賠 可以啊 會啊 可以嗎 你確定 只要我動到刀的話都會 你提了這個東西呢 你的前面已經做好了 你前面應該有個住院醫療 保險付約 你已經買了十支十付的東西了 剛剛你做了後面的東西 前面已經可以蓋上了 你只是已經有了東西 你又在重複買 不是不好 可能你會覺得這件事情承擔很大 所以你東買西買 但是有沒有疊長嫁屋 你要想清楚 每個理賠的東西是重疊的 你知道嗎 重疊有一些是拿不到的 所以就要先想一件事情 你到底擔心骨折 骨折部分一般的住院醫療裡面 就理賠的嘛 當然你會也許說 我去看病的時候 門診醫療要不要賠 也可以 可是真正的保險要賠的是什麼東西 真正要賠的是 損失的這種的頻率是很小的 但是幅度要很大的 那是不能被承擔的事情 所以你要做保險 就要用小錢搏大錢 可是你買了將近快48800塊 將近快5萬塊 真正有很多東西是部分的重複 所以浪費了 邱總請教一下 就是它重疊的部分 保險公司會理賠嗎 問題不是會不會理賠 要看每個保險公司裡面 使用的東西 譬如說你在A家買了 B家也買了 有些裡面是基本上需要所謂的 醫療費用的正本 正本只有一個 單據的正本 對不起 你批完這家那家都沒了 那如果我只是單純跟這家買的話 好 那你就要陪對東西 其實上你做的東西裡面是 每一樣東西裡面 前面你的住院醫療 都已經可以理賠 都已經理賠了 可是你後面就多了意外了 意外險 或者骨折或傷害 其實這些東西前面就理賠了 只是你可能擔心額度不夠 你如果額度不夠的話 你加了後面的東西 以其如此 你乾脆 後面就不用買了 對 妳明可把錢拉高就好 阿伯 我想問一下 我醒咧 我可以打電話給我的專員嗎 阿伯 讓我請問一下 如果邱總今天一年幫你省了4萬塊 你可不可以3萬塊捐出去 1萬塊請我們吃飯 可以 那我立刻的要 對 因為它這裡面還不打緊 蛤 還不打緊 對 還又買了一個東西 這個又是被三個車子 撵過叫什麼你知道嗎 叫什麼 轟 轟 叫轟了 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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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又買了一個 其實終身醫療險也沒有不好 問題就是 終身醫療險之前大家搶著買 搶著醫療就是告訴你說 以後買不到了 對啊 我上次不是舉個例子嗎 你小孩子幾歲 你小孩子今年幾歲 零歲 零歲 就算他一歲 終身醫療的 他的所謂的至尊 什麼時候可以變成 他的超猛的東西呢 就是買不到醫療保險 他險零了嘛 對 什麼時候買不到醫療險 75歲以後買不到醫療保險 對 對不對 請問一下 76年前的10萬塊 跟現在的10萬塊是什麼感覺 憲哥 76年前我們幾歲 紅 還沒有投胎 還沒有投胎 你們都知道 那個時候5萬塊可以買一棟房子 對 可以買1 2 3 4 獨棟 5萬塊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你76年後 你小孩要理賠 一個住院病房 一天給你2000塊 76年後 你什麼感覺 2000塊應該可以買 你那時候買兩個肉包 兩個肉包 對 想清楚 可能只有一個人現在漲太快 我們覺得說2000塊很多 但我別忘了一件事情 你這件事情 真正終身醫療的功能 是你買不到保險的時候 因為你付完了終身有醫療嘛 事實上現在開始是 每一年你都可以買 事實上你不用花了2萬多塊 甚至事實上你現在而已 你花了4000到5000塊 你也很稍微 你知道嗎 定期險 定期醫療就好了 定期醫療 當然你這樣子做也沒有不對啦 又是一樣 要嘛錢多 要嘛怎麼樣 人笨 我的推測應該是錢多 請教我 我覺得也是錢多 邱總要請教一下 所以小孩到底需不需要買壽險 我們擔心身故是增加我們的負擔 還是減輕我們的負擔 對 我現在講是用純理性的角度來看待 所以原則上小孩子買壽險 不是那麼的絕對的 小孩真正的著重重點 是醫療跟意外 可是邱總是不是通常 他們保險公司會要求 要有一個受險的主約 才能搭配其他的復約 這就是保險公司聰明的地方 對 因為呢 復約其實不需要有主約可以 就可以 才需要的 是可以 也叫主約的 醫療險是做了啦 但做了一丁點而已 但是你基本的錢呢 都花在那個所謂的儲蓄 你知不知道 20年來你會繳多少錢嗎 其實 但再看看一個 假設投資報酬率 兩個人是多少呢 少耶 比我 你終於… 你醒了 你醒了